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做脚踏车的坐垫的套子 因为通常脚踏车坐垫有时候上面 你可能在骑的时候 还是有时候上面会有一些刮痕 然后久而久之它就很容易会裂开来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帮它做一个套子 把它套起来 那它的坐垫就会比较耐用 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来做脚踏车 这个坐垫的套子 它做出来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布料 我们今天选的布料它上面 它是防水的 所以它是棉布 然后上面还有一层那个防水的防水层 那我们下面的话就是 就一般的松紧带 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的材料 就是有一块防水的布跟松紧带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套子了 那今天我有先画了一个 画一个板型就是这个坐垫的板型 然后它旁边你还要一个大概 我的我算是要9公分旁边的长条 然后是84乘以9公分的长条 这样子把它车起来 这个板型在布上画好以后就可以 然后旁边你要留1公分的缝分 然后剪下来以后 再剪一块84乘以9公分的长条 其实它你可以自己量一下 就是你的坐垫 你可以拿张纸上面 然后去你的坐垫那边 描一个大概的形状 然后再去沿着周边去量大概 它的它需要的长度多少 然后你再加上2公分 因为有缝分 所以要再加2公分 然后我这个算出来呢 它是大概81点多 所以它再加2公分就是83 那我们以防万一就是84公分 那我的这个脚踏车坐垫 它其实是比较厚一点的 所以我就是算9公分 这样子9公分宽 然后缝分已经含进去了 所以另外一边的 另外一边其实不需要缝分嘛 它其实就是松紧带 直接把它包起来 然后车过去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开始啰 好 我们现在松紧带剪好了 然后现在就可以开始沿着边缘这样子把它对折 把它包起来把边包起来然后这样对折 然后我们车的时候这样子拉长把它车缝起来 车缝起来 好了你看我们今天那个脚踏车坐垫的 套 套 脚踏车坐 要 脚踏车坐垫套 就是这样子完成啊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拿去套在脚踏车试试看哦 你看它背面是这样子 嗯 然后这边因为它背面这边不太需要伸缩太多 所以这片没有接起来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 对啊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边的话可以用火去把它旁边这边 固定起来它就不会有叙叙一直掉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做完啦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